我吓成到现在 我看着 头一回看着这么稳当 多温柔 这音乐呢 哎呀 肯定是高压的音乐 媳妇 听啥呢 干啥呀 听了吧 干啥呀 媳妇 你这儿太骄傲了 你怎么能听啥歌呢 怎么得了 我喜欢呢 你能喜欢这个吗 孩子生出来长大了 眼睛也这样的 妈妈 我回来了 你有病吧先生吗 我听说忐忑 我孩子就非得长这样啊 你听点高雅的行不行 废话 高雅的 我不听不懂吗 听不懂都会装懂吗 我还装 你听点莫扎特的 谁 莫扎特在围一圈里挺有名啊 他师父是谁来的 他师父是个摄像的 什么摄像的 我带勾里去了 莫扎特 那是外国著名的音乐家 这知识面挺宽的 当然了 莫扎特是哪国人 把孩子耳朵捂上 捂上 对 爸呀 我给你提个醒 以后我不知道的知识 你别问 孩子笑话我 看来以后咱说话还得助点意呢 注意啊 对吧 你这话说到点上了 你们俩现在就是孩子镜子一样 你知道吗 对 最后孩子的老师 对 你们说什么他都听得见 知道吧 所以说以后对着我的肚子的时候 说话办事一定要注意素质 你别老可 他是说点没有用的 我就说你呢 以后见着咱们街上邻居什么 一定要面带微笑 注意素质啊 知道吧 我问你说前句话 哎 你千万可别把二米利的话当耳旁风 是 是不是 你一定要牢记他对你的哼哼教诲 怎么 耳朵不上 哎呀 以后不认识的字 你查查字典再说 就是 这让孩子听见 什么哼哼 那不是哼哼教诲 这怎么说 蹲蹲教诲 你给我蹲那吧 他一会他哼啊 一会你蹲蹲的 都啥完了呢 那这话应该怎么说呀 那叫蹲蹲教诲 蹲蹲 哦 我哼了把妹子了 还有那个前身门 你别洗了马哈的 我跟你说啥 你往心里去 知道吧 去去去 我告诉你 你要再像以前那样的话 你就给我搬出去住 等孩子18岁点 你再搬回来 知道了知道了 对着孩子说快点 宝贝爸爸知道了 小鼠到 小鼠到哪里 我都看你了 啊 给我出来 出来 你惹他了 我没有啊 我不跟你说多少回了吗 全小区你惹谁都行 千万不能惹这个小娘 爸 没事 我来复你 花花 干什么 干什么你 哎 前转发 前转发 对着我的肚子 注意素质 OK 黄女士你好 你找我前身门 有什么事吗 不是 你什么套路啊 你请坐 我坐就坐 我还不敢坐了 黄女士 你看找我 你到家里去找我呗 你在这儿找我 没有红茶 没有绿茶 更没有咖啡 你好 我这样怎么接待你呢 实在是不好意思 没事吧 我没事 我就是对你的到来 表示欢迎欢迎 真的欢迎 小鼓动 你这样弄得我都不会了 你还是原来的你吗 我就是我 不一样的怨火 这个小黄妹妹 你来到底啥事啊 我 还不是她 我在小区走路呢 我走得好好的 她那车呼喳 从我旁边开过去了 借我一水水 你看看 我让她停 她一脚油门踩 她走了 小鼓动 你说你跑得了和尚 你跑得了庙吗 你 那钱是弯 你怎么又干这事啊 她完全是在 对不起 岳父大人 据你对我的了解 我能干出 这么缺德的事吗 能 爸爸 好的 既然你都来了 那行 那我错了 黄女士 请你原谅我吧 对了 衣服装了是吧 没关系 我赔偿 你说多少钱 我赔你 你摇完了 摇完了 不用再吵一会儿吗 吵架 多么不文明的行为啊 来拿上 不是 你给我钱干啥 我缺你那两个钱呢 我是来讨礼的 我不是来讨钱的 我不要钱呢 那就好办了 那你把衣服脱了吧 我给你洗 让谁脱呢 在哪儿脱呢 在这儿脱实在是不文明 要不这样 我还是给你两百块钱吧 你去清洗一下 对不起 你老公咋了 我觉得他今天挺好的呀 乖书啊 你女婿这两天脑子没病吧 不是他脑子一贯有病 就这两天挺好 给我的呀 我给你的 那我拿着吧 拿着吧 哎呀 那你啥 小土豆 你看你这样一下弄得我不好意思了 好像真的我特别不讲理似的 你刚才要你这个态度 我就不来了 是的 行了 事情解决了 我走了啊 等一等 黄女士 你能不能稍微等一下 我还有一点事情跟你商量商量 行行行 没问题 岳父大人 哎哎 你能不能陪着我的太太 到别处去溜个湾 还有事是吧 是 我跟你有点事 行行 那你们聊啊 你们聊事 对对对 走吧 好好 辛苦你了爸爸 好好聊啊 你慢点走啊 没事没事没事 我这事 最好不要穿高跟鞋 你最近怎么有变化 我站起来 钱黄黄 你给我的 黄小黄你什么意思 你什么意思 我今天开车进小区 你故意挡在我车前面 你什么意思 什么我故意 我那正常行驶啊 你那是正常的行驶 你那叫正常行驶 怎么了 他家伙我开着车 他在前面咔嚓咔嚓 他跟我跟着你一百多米 你就不会往边上走走啊 我怎么知道你在我后面啊 我滴滴滴 喇叭你听不见呢你 我带上耳机听音乐呢 咋我跟我装门一青年 你听音乐 你知道莫扎特是谁吗 知道莫扎特是美国的音乐家吗 你知道是美国的吗 我知道 我还问你 我知道我也不知道你 告诉我你就是不知道 我告诉你黄小黄 咱俩没有必要为莫扎特在这吵架 对 这事也办不着麻烦老莫 你故意的挡在我车前面 你是不是在这碰瓷呢 谁碰瓷 谁故意了 你说那我这一身水 我是故意见的呀 看来是故意的 你 哎呀我见你一身水 谁能证明 解放民族们 你们看见我见得一身水了吗 看 看你们都看见了 看什么看 我告诉你 我车里有摄像头 我摄像头是冲钱的 我就看见你 在这故意挡我的路 见你一身水 我摄像头可不会摇头 哎呀 小土豆子 怎么着 你在这跟我俩臭不要呢 是吧 你想干什么 我告诉你啊 你打听打听 我黄小黄在小区里 是什么一号人 我也不是吃素的 好 你刚才我鉴于你的态度特别好 两百块钱就算了 但是我现在告诉你 过不去了 我就是你 我是名字 我明白 啊 两百块钱就够了 你加钱你赔 我赔你 我赔你 我赔你一脸 我 我赔你 钱还给我 我赔什么还给你 你没见过钱呢你 好我怕 你想干什么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跟你没玩 你还说 我告诉你 对不起 不是 这欠还没倒完呢 这道欠还高欠呢 你这欠都把你连早嘎巴锅了 对啊 钱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 对不起 不是 小土豆 你咋不按套路吵架呢 你按这么整我都不会了 我觉得我刚才对你的道歉实在是不太真诚 你刚才不是还跟我俩八八的吗 我八八的也不够真诚 我给你添麻烦了 我再次向你道歉 你少跟我来这套 对不起 我问你 我问你我刚才是不是在真长的走路 对 那你你是不是故意见我一身水 是的 是不缺德 我缺德 我缺了大多 那我问你 要两百块钱多吗 多吗 就是因为我觉得少 我想再给你一百 小黄女士 我觉得你可能不好意思要 不好意思要 谢谢 再见 我站住 你干什么 岳父大人 你能不能带着我的太太再去溜个弯 不是 太溜啊 我和黄女士的事情还没有谈完 行那行 那你快点啊 好的 一定要注意素质 是 今儿表现不大 慢点啊 这位态度啊 好 你没见过钱呢你 你要干啥呀你 你给我在这抢钱呢你 谁抢钱呢 我也不打拼打拼我是谁 在这个小区还有敢惹我的 最后你这个我家房子的首付谁付的 你 你 小黄 你 就是左脸嵌抽右脸嵌 那几天都 几天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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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天才 人比黄花瘦没有几两种 匹比成家后子弹都打不够 怪不得 怪不得 你真的打碎的时候 你都架不出去 我再告诉你一遍 你永远都架不出去 你再说一遍 我说一遍 我说一百遍 你架不出去 架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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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你架不出去 不是 不是小黄啊 那个 我老公到底是把你咋的了 啊 那多大财多大怨哪 道个歉 跪下就顶大天了 这怎么给我们到这趴下了呢 他说我架不出去 你就是架不出去 你你太有秀了 没有人能够可以去上场 太完美了 你beautiful 对不起 小黄啊 不进不灵就行了 全身分都给你这样了 你就别得礼不让人了 就是啊 我得礼不让人 我得礼不让人 我平时吵架的嘴也算快的了吧 刚才他把我骂的我嘴都插不上了 对吧 小黄妹妹 我刚才一直看见 你才骂他呀 这 这 我明白了 哎 是不是我一来的时候 他就对你毕恭毕恭 我斗气 我一走了 他对你态度特别恶劣呀 骂我 行了 这样小黄妹妹 我替钱盛方向你道个歉 对不起 他呀 就是在跟我装人的 知道吗 就是他现在所有的好听的话 都是说给我肚子里孩子听的 是吧 就是拍叫 肚子里的孩子 阿米链 有小帮忙了 我咋不知道呢 不可能啊 我怀孕的事我都当告示一样贴满小区的 我是一个 前两天我出国了 我昨天刚回来 那真奇怪呢 你不知道就可以理解的 太好了 阿米链 你怎么能怀孕呢 因为我的老公啊 这个问题回答得太正确了 小宝宝 我是你小黄姨 你乖乖的 等你出来以后 我给你买好吃的 阿米链 我告诉你 你现在你宝宝 你真处在那个胎孝阶段 你知道不 你千万别让宝宝听见别人吵架 要是遇见爱吵架的人呢 你就离他远一点 你知道不知道吗 对实在离不开 你不熟就六个弯 小宝宝 我刚才跟你爸爸 那不是吵架 那是玩耍 对 对 宝宝 爸爸跟华姨在闹玩呢 对对 我刚才呀 我故意挡在你爸妈车前面 我下次坐着坐着这个老花我不带着 行了行了 哎呀我也出汗了 这锻炼的目的也达到了 来这个道具我还给你 你拿着吧 哎呀不用 我拿着吧 我走了啊 那明天接着练 哎好嘞 等会儿 明天还接着练呢 啊 你明天要接着练 二本日要不在场 你还插不上嘴 真是好 我算看明白了 当着孩子面啊 你表现你是太地道了 只要一背着孩子 你太不知东西了 没有胎教胎教 是你要教育胎儿 现在我怎么感觉是胎儿教育你呢 人前背后你得表里无一 你那毛病得改 行了爸 别说他了 他改啥呀改呀 他这辈子他也改不了了 行了钱春芳 你还是按咱们之前的规定 你搬出去吧 等孩子18岁你再回来吧 你别说了 我错了 走 站住 阿敏丁 这时候我得说你了 我 你是怀孕了 但是你怀孕 人家陈顺峰是立了汉马功劳的 说搬走就搬走了 一走18年 孩子都没有爸爸吗 不就是刚才我们俩吵了个架吗 有什么呀 行 这事啊 我搬走 小黄妹妹 你可不能搬走 这事跟你没有关系 孩子是我的亲生的 我搬我搬 你别说18年 38年我不含糊 是吵 小黄妹妹 我发现你这个人很仗义啊 哎呀 今天是电视 我对你是苏然气啊 我也对你刮目香啊 我对你俩是很你好啊 你知道吗 小伙子 你可不能搬走 你要搬走了 我就孤独了 我在小区里 少了一个强有劲的对手 是呢 这段时间 小黄妹妹出国了 我就觉得小区里缺了点什么 是不是 是的 我们家之间的友谊 是常常无法理解的 他们看不懂 对 对了 我今天刚买了一个冰箱 我现在让工人搬上来 找什么工人呢 找工人还得花钱 咱是哥们儿啊 这事交给我 小土豆 你这样我就不好意思了 什么不好意思的 这样呢 花钱也是我花 很有钱啊 我这个说 我爱说 爸爸 我觉得他们俩这友谊 正常人是不太能理解 不仅是正常人 野生动物如果能理解 我都是钱顺峰的孙子 不如这样吧 我们还是去遛个弯吧 好